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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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上个礼拜我们所探究的种种的等以及庙 假如讲到等跟庙 不管是本基 不管是本 还是禁基 这个都是几乎涵盖 所有的我们这个法华经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值存在 华华经每一句名像都是特质 但是最只要你要贯穿 那倒是不容易 倒是不容易 但是我们在座菩萨们 你们手上的这个资料 当然我们现在是在以匹育品为主 匹育品 总共是将匹育品分成四个小品 这样子的话你们方便携带 而且你自己在精进的时候 你也可以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比较 华华经在于世尊的本华来讲 几乎是贯穿声闻元觉菩萨圣 还有唯一究竟的一佛圣 所以在讲等跟庙的时候 那所含的范围更是广泛 更是广泛 所以说即使你有一整本的 就是一个全册 全册着这个妙华年华经的时候 你要贯穿也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老师之所以分成四本 重点就是说让你们在这一个字 字跟字的简句当中有空格 方便于记载什么 还有你自己所自己精进设计的图腾 以及你自己设计出来的无形的 就是无形无相 只有你自己看得懂的那一种形象图腾 刚才老师稍微看了一下 哇是不简单 我们班上这个所有的居士大德 正是自己的精进 不但是以色彩的分别 当然我们是用分别心本无分别 但是以世俗法来讲 为了要达到四半功倍 所以你们那个色彩笔所设计出来的 这一个无形无相的这个心境妙法 那是值得赞叹 那是值得赞叹 虽然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范围很广 所以老师提前 请大家来设念 我们共同来探究 每一品都有它的 这一个要提示的特质 所以你等一下 老师在做这个个品全世文的时候 你一定仍然要依照你自己所设计出来的图腾 还有你的数据的这个无形心妙的这一个文字像 你要精进 每一次上课我都非常的赞叹 我们在做所有的菩萨 所以说有人说不成佛也不行 像你这么精进 对不对 绝对成佛 好来 现在我们来翻开114页 你看左下角 左下角114页 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 已经讲到第六本说法等本说法庙 是不是 是不是已经讲到这样 或者是讲到第几 第六 第五圆满 第六还没有 好那我们就从第六开始 来探究 第六 好 本说法等 本说法庙 这个本说的意思就是说 本佛也就是久远皆来成道之佛 就是说本佛悟到之后 最初所说的一切法 所以就是本说法庙 所以在这一段当中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 三是一切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是自心限量 注意这个自心限量 这个自心不是我们的忘事心 一定要记住 这个自心限量 这个自心限量 就是我们的 寂寐心性所限之量 寂寐心性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 诸佛开采出佛性 诸佛已经令如来仗 解脱细福自然而然 化身就现前 化身就现前 所以说就是自心的想量 佛极媚心性里面所限之一切量 佛的心性 他用法来做一个诠释 所以说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是佛极媚心性所限之量 万法为是一心 注意这个一心 可以分成两个角度 假如说万法为是一心所造 那当然讲的是指为是 就是指我们的忘事心 八是心旺心所 那假如讲说万法为是一心限 讲到那个限 那当然我们真心真性的真如离体 可以随着染缘跟禁缘各限各种法 那限各种法的话 那当然是与众生的什么 本业缘 也就是众生的根气 是不是 所以说法法它虽然是就平等 很多人说老师 那这平等 为什么要再加两个究竟平等 他这个究竟平等的意思就是说 离一切的言说跟心原相 那么为什么法法会究竟平等 因为法是由心怎么样 所变现 法法千差万别 这个千差万别是来自于我们的六四万金所限 也就是我们的阿赖也是首限 但是为什么会讲究竟平等呢 因为一切法都是怎么样 注意这四个字 缘起信空 缘起当下就是信空 信空当下就是缘起 不能够将信空跟言举分成两大部分 在这个我们这个华眼金里面 华眼金里面 我们这个三主 选手大师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三主的华眼的三主 法杖大师 他在这个华眼金的意海当中 特别的强调 信空就是指的缘起 信空当下就是缘起 信空就是说万法的体性本空 因为它是借着缘起所幻现 所以信空就是缘起 缘起的一切千差万别的法 他当下没有时代体性 体性本空 所以称为信空 所以信空缘起缘起信空 你不能够把它拆掉 你不能够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不能够二分法 所以说法法是究竟平等 法法究竟平等就是在于 体性本空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那为什么以众生的角度来讲 他不认 他不承认即使有学佛者 他也总是认为法法哪里会究竟平等 对不对 但是你只要 你只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说我们宇宙万法里面 有哪一法是真实的 你说宇宙万法当中 有哪一法都是真实的 那宇宙的真实像 就是万法皆是假像 这就是真实像 万法都是假像 为什么 因为万法皆是缘起 对不对 所以在华眼睛里面 对不对 诸主师都一再的强调 对不对 无尽的缘起 才造成有重重无尽的法界 但是要注意 法界本无界 为什么 为什么法界本无界 因为千差万别 所构成的法界 是不是都是必见空性 是不是都是缘起 所以法界无界 法界无界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认为 法界就是无量的大 是无量的宽阔 我跟你说无量宽阔 就是在两个字 就是平等 平等再接下去 仔细的两个字 就是必见空 必见空 在群绒 都是当中缘起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讲 一真法界 你把它当作是无量广阔 没有办法用圆语 思维也没有办法思维到 要注意 一真法界 在你的 淡然极净心性中 就可以显现出 它是无量 它是重重的无境 为什么重重无境 因为重重的缘起 对不对 那有人会讲说 老师重重的缘起 不是有缘起那两个字 缘起就是有法 你搞错了 缘起各种的因跟缘 没有一个固定的缘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缘 缘 它含有无量无限的缘 那缘的话 是因为因之起 会聚集有各种的 幻生幻化的缘 有人说 老师 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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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识的法 所以法法 皆是怎么样 都是毕竟空心 所以说没有一个因 你假如有一个因 那就有无穷,无穷的过患 因为有一个因 那么这个因是有的 那么这个有的话 那它是到底所衍生出来的 所累积出来的有 到底是空啊是有呢 八大宗派 都是以佛的心心为心 所以我们讲万法必尽空 注意在圣者的眼中来讲 没有一切法 但是以凡夫的角度来讲 你必须要让他知道 一切法不是断媚空 而是他是缘起的角度来讲 他是怎么样 是幻生幻媚 因为众生有幻世 就是所谓的阿赖耶世 所以他见到这个法 他原本认为这个法有生起 所以当法有所改变 法有所幻媚之时 他认为法有媚 其实法必尽空尽的体性 是缘起法本不生 那哪里会有媚 所以我们讲不生不媚 现在有的人就改变一个 意识状态里面 有一个不生不媚 他的不生 你内心里面还产生有一个 意识状态的 他就是这个不生 这个不媚 错了 法法本不生本不媚 但是他所幻现出来的各种的幻象 却是婉然 就是清清楚楚 就是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在探究心境大法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为什么华言 强调 无尽的华界 重重的缘起 而且缘起当下要注意 当下就是信空 信空的当下就是缘起 所以你在探究一些心境大法的时候 你要注意 有什么法可以让你执着 对不对 连你这个五蕴身 都不可执 但是你所要了知的是 五蕴身中有法身 是成佛的本质 但是那个成佛的本质的那个法身 是众生本具 你也不能够将那个法身当作是有 为什么 因为法身的那是以法为身 不是说他有一个什么身 法身是以真如的离体为身 什么称为真如离体 法法必见空 法法价值缘起 这个就是真如的 就是真如真心真心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我这个五蕴身是假的 但是我有一个 母你保诸的法身 你又安住了一个法身是实在的 对不对 法身他就成佛的本质没有错 但是法身是无形无相 是以真如的离体为身 所以诸佛菩萨 静世空骗法界 正得究竟真如的都是以法身 然后再以报身 然后再有印身跟化身 来与众生相应 那么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 所以你一上根基来讲 你所发的这一个感 诸佛菩萨所与你相应的这个印 也是随着你的根性 有所差别 有所差别 比方说你入了大殿 你见着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庄严的相 我告诉你 一百个人当中 所见的大殿的佛像的庄严 有一百种的不同 对不对 因为佛有众生新鲜 对不对 佛法身无身 以众生的心为身 所以说你 你说无尽的庄严 庄严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能够令你说庄严 其实你也说不出 其实你也说不出 是不是比方说 我现在要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 你们应该有看过这个环球小姐 这个世界小姐的选拒 这个裁判不能双诉 一定是要丹数 对不对 如果没有事之内 二分法的话 你要怎么来做一个决定 你比方说 你现在是公认 我现在当然要用我们佛法来讲 比方说你裁判都公认 这个虚空国的小姐是第一名 那我的虚空国 我这个比喻 虚空国的小姐是第一 好大家公认虚空国的小姐是第一 那假如 假如 再由这一些裁判 再来列几出他所排列的顺序 就是说 第几分 以虚空国的小姐的这一个评 评论就是以很细的 细的话来评论 由这个裁判来写出 不用太多写出十种就好 十类他认为他是机制 或者是说他是玩礼服 或者是说以他的台部 对不对 来分的话 十个裁判一定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的总积分就是以虚空国的小姐 为环球小姐 这样了知了没有 在平等当中 首先的不平等 那个不平等就是妄事心所詐 妄事心所詐 你千差万别的是跟像 就是因为千差万别 所以众生有妄事心的幻生幻灭 所以他会认为 罚真的有生有灭 因为妄事心是不是有无尽的能所 所以他会认为 罚有生 有生就有灭 他将这个本无生的 叉叉那那间的那个变化 他把它归类为 那就是灭 那灭的话呢 有的外道就认为 这个灭就是断灭空的灭 法绝对不断灭空 为什么 因为他是缘起 他的体性本空 而不是断灭空 这个在学法者 你一定要有这种认知 要有这种正知正见 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就是因为万法为是一心 万法为是一心所变现 所以说法法究竟平等 是为本说法等 本说法庙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 第七的话 上个礼拜我已经提示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字 本眷属等 本眷属庙 这个眷属啊 就是指 最初 予以本佛被教化者 我们称为等更庙 但是他这个地方 所叙述的就是说 从地涌出无量的菩萨 注意这个地 这个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是第十五品 然后呢这个这几个字 是出现在九百八十六页 那么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是佛的本眷属 有个人说 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这个地 这个地大的大地 涌出的无量菩萨 是佛的本眷属 为什么佛的本眷属 会住于地大之下呢 有个人就开始起疑了 不晓得他这个是大大错解佛义 这个地指的是什么 叫做以理来讲 我们现在是以理来讲 以理来讲 他这个是万行 所欲的如来葬心 这个地比义 是指如来葬心 那么呢这个心 这个地 此心此地 都是至心的正量 能够 能够 能够契入 此心就是我们的如来葬 妙真如先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地啊 那这个心地 一定要正到 己命心性的圣者 就是以他的正量才能够知道此心此地 那么这个心指的就是指诸法的十相之地啊 此心指的就是诸法的十相之地 那这个呢 诸法十相之地 是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离一切相是不是无相 是不是空性 集一切法 是不是就是无不相 无不相 是不是有 所以通常我们讲空有不二 你千万不要讲 空的不 有就是有 哪里变成空有不二 所以说 我们在座所有的在家菩萨们 你们应该可以去入这一点 因为呢 赞然极尽的心性 即使你还没有就近正 但是你也已经圆解 解哦 解义啦 我再讲一次 这个地啊 是比喻 万行所依的如来上行 我们不是说一心起万行吗 对不对 千朝万别归于我们一个赞然极尽的心性 对不对 所以说此心此地 都是唯有自心正量之圣者方之 那么呢 诸佛十相之地 什么叫做诸佛的十相之地 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那么呢 离一切相 就是无相 无相就是空性 集一切法 集一切法就是无不相 对不对 就是有 那么呢 假如 我们讲说 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我们现在来讲地 这个地呢是怎么比喻 为什么能涌出无量的菩萨 这个地指的是指 以如来上行 的法身 有人说 老师 如来上行跟法身 是必须要哪分注意 佛性 有任何悉福之事 我们称为如来上 那么诸佛 那么诸佛已经解年悉福了 我们称为法身 这个解年悉福 其实法法本是毕竟空性 他没有任何的悉福 但是你假如用六根攀岩六神 所造的六是妄心 那是处处的都有悉福 是不是 因为是 是什么 是就是妄心 为什么是妄 他的不实的 不真实的 以六根来攀岩六成 对不对 那你假如用六根性 来攀岩 来圆六成的成性的话 那当然了之 那个是缘起必经空 所以说 这个 这个从地涌出诸大菩萨 就是比喻说 我们如来藏心 所显现的 这一个清净法身 为什么如来藏心 可以显现出清净法身 因为已经了悟 万法必经空击 对不对 所以 本来就无悉 本来就无福 所显示出来的 那当然是清净法身的妙用 对不对 因为诸大菩萨 他是世尊九元节之前所教化的弟子 那所以 应当要 宏宣 本师的妙法 本师的妙法 那么你菩萨 他是依教来奉行 菩萨已经证得真如 所以 他自然可以在 如来藏心当中 所显现出来的清净法身 然后在众生的无明心地中 显现出来 所以众生会见到说 我从地涌出无量的菩萨 对不对 其实这个地指的是心地 而且这些菩萨 都是世尊九元节前所教化的弟子 而且这个弟子 当之 应当要怎么样 要极尽的 弘宣本师的妙法 这个是一个责任 所以说赫丹如来家业 是不是 所以菩萨依教奉行 那菩萨是不是 已经由如来藏心当中 转为法身 清净法身的这一个妙作用 菩萨的法身的妙作用 在众生无明心地中 显现出来 他会认为说 有菩萨从地涌出 这个地就是心地 知道没有 而且我们所说的 菩萨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而且这些菩萨们 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注意虚空 那这个怎么个诠释呢 就是说 如来藏心所显现出来的清净法身 是不是无助 那你无助而安住 安住在哪里 安住在无相 无相 无相的 这一个第一地大空而安住 那虚空在华言经里面 比喻无形无相 不来不去不生不昧 对不对 这个虚空 所以虚空 一虚空而安住 就是说 一无守住而住 那你假如对众生讲无守住 他会认为什么样 那就是因为断魅空 所以才无守住 不 他这个是无守住而住 住于何处 住于第一异地的大空 第一地大空当然是怎么样 空有不二 是空有不二的 所以在理上来讲 以及事相来讲 这个都要注意 所以说 从地涌出无量的菩萨 这个是佛的本眷属 这个地指的是心地 也就是指我们的如来藏心 那假如菩萨可以涌如来藏心 显现出清净法身 对不对 但是以众生无名 这个心地来讲 他会有见到 噢 有菩萨 从地涌出 而且又安住在虚空 仍然是有怎么样 怎么样 早向的独胸 独胸 所以说 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这个就是第15品 他是不这样子的分析的话 有的人根本不晓得 讲到看到一个地 可能是地大的地 这个你错觉佛意 地是比喻心地 那地有平等之一 地有平等之一 以及久远之一 因为由于究竟的平等 究竟的平等 久远的真如 真心 真信 也就是指一心 所教化出来的法眷属 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这些无量菩萨 都是师尊久远绝来 已经教化的这些法眷属 那师尊仍然是以极命的心境 至心的信仰 对不对 才能够教化这一些菩萨 那这些菩萨 为了要怎么样 要弘宣本师的妙法 所以他们要依教奉行 依教奉行 那当然必须要有自 就是众生所认为的如来藏性当中 转化成为清净的法省 但是以众生来讲 在他们无明的心地当中 他会见到菩萨们是怎么样 无助 无所助 其实菩萨们是安助 与无所助 就是以虚空为助 以低异地的大空为助 这样了知了没 所以说从地涌出无量菩萨 第十五品 大家可以来详细探究 好 所以说 有究竟平等久远的真如 一心一心所教化出来的法眷属 就是本庙的眷属 就是本庙的建树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八 本捏盘等 本捏盘庙 你看那个捏盘 还要加上一个本 要注意 讲到这个捏盘 以这个能眼睛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 绝对不陌生 一个是性静的捏盘 对不对 一个是圆静的捏盘 还有一个是方便静的捏盘 性静的捏盘 其实就是我们本性 本庙本名本源本静的捏盘 这个捏盘 没有来去没有生媚 无形无相 这个捏盘是本不生本不媚 假如我们以圆静捏盘来讲 就是说 有诸祸已经灭静 所以称为圆静 方便静都是随眼所视线的 对不对 所以称为方便静的捏盘 所以说本捏盘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本佛的本不生本不媚 所视线的捏盘 它是常住的 有人说 老师 你的捏盘常住 不是还有一个捏盘吗 那你就说 你就把它转过来说 常住本不生与本不媚的捏盘 这样就知道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本佛的捏盘常住 它是半来就具足的 因为本不生本不媚 是不是我们的阴地心 众生如是 诸佛菩萨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也是用本不生本不媚的阴地 为本修阴 只是 诸佛菩萨所视线的捏盘 它是为了要教化不同的众生而视线捏盘 这个要注意 好 那么呢 性经捏盘是我们的本性捏盘 生活平等 注意 这个要讲 更古不变 不是古今不变 在时间上来讲 没有所谓的古 没有所谓的精 要讲更古不变 好 因为呢 我们真如心性是超越时间跟空间 时间跟空间都是意识状态 所刻画出来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更古不变的 无有差别的 好 佛已正得持究竟平等的大捏盘 所以我们称为本捏盘庙 好 那现在呢 把它翻到115页 因为115页里面 等一下呢 我会做这个良衣流药 这个老师会做很详细的一个说明 所以你们不要挂碍 这个八项陈道 我已经稍微卡一卡了 现在还有一个良衣流药 现在这个药 到底是良衣流药要注意那个药 还是要注意那个良衣 没有良衣 怎么会有所流之药 良衣是比喻世尊 药就是世尊 所流传下来的一切法 那我们现在慢慢来看 又佛的八项陈道 所示现的这个捏盘上 这个捏盘上是第几啊 这是第八嘛 八项陈道 讲得出来吗 第一个就是将都率千之像啊 还有第二就是脱胎像啊 第三呢就是降生像啊 降生像啊 在四月八号 在南匹宁园 对不对 好过来就是出家像啊 第五就是想摩像啊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啊 这个降生像啊 在四月八号 在这个南匹女眼的无忧树像 啊 世尊世线啊 世线降生 啊 所以说啊 天上天下无如佛 啊 这一个字 很多人都会背 啊 现在再给你们补充一个 啊 菩萨出身 为什么这个菩萨 为什么讲菩萨 啊 不是世尊 为什么会讲菩萨 啊 因为刚刚出生之时的 那一个世尊的降生像 应该是以菩萨来称 因为他还要正成究竟果决嘛 啊 所以说啊 这个降生像也就是说 这个菩萨呢 于七净的莲花 七净 七净 有没有啊 啊 七净的莲花上面 周行七步 啊 周行七步 啊 啊 这个是在于 法中所记载的 啊 啊 七净的莲花 净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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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第三降生像 啊 第四就是出家像 第五就是降魔像 啊 第六呢 第六就是成道像 啊 在菩提树下 啊 神究竟 啊 究竟果决 那这个成道像 是在什么时候 十二月八号的后夜 啊 夜赌明星 耳 什么样 啊 耳悟道 好 那现在呢 许多人说 老师 我每一天 都遥望着虚空 無量着星星 我感想问 怎样 阻阻不动 因为你着相 你着相 你在看星星 是真的 那一个星 在黑夜漫长的黑夜当中 他所悟道的 跟众生所幻想的 那当然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说 你要看那些星星 你乾脆看电视上 的北极星 是不是更快 嗯 所以说 你如果着相 那一切 那面谈 都要注意 所以说 陈道 啊 陈道这相 就是在十月八号的后夜 是真 夜赌明星 啊 而悟道 啊 第七呢 是转法轮相 啊 第八就是 事先涅槃相 涅槃相 是在二月十五号的中夜 啊 在居士纳城外 是真实现涅槃相 啊 对不对 这个中夜 其实就是指中道 比喻中道 嘿 第一异地大空 啊 这个中道 啊 所以说 四尊八相 成道 所限的涅槃相 本来就是没有涅槃 啊 本不生 本不美啊 你再说一下涅槃相 啊 对不对 那是不是有矛盾之处啊 那就是说 因为涅槃 本不具有来去之相 啊 所以说不能讲说 有出涅槃 也有入涅槃 那个叫做以视线来讲 那上可 上可 啊 因为呢 啊 有降身相嘛 啊 对不对 有出身相 然后视线涅槃相 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子来做诠释 好 本来是没有涅槃相 啊 但是为了要视线 立身 立意众生 所限之相 例如呢 良一流药的比喻 这个 医师与药 虽然先后本来就没有差别 这个药 是医师所开的 对不对 医师良师才能够开良药嘛 对不对 啊 但是 诸子 是病欲呢 啊 能 就是诸子 啊 众生 啊 能否痊愈 那这个就先后有别咯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好 我们来慢慢的探究 啊 这个医师啊 啊 这个良一流药啊 这一个 啊 这一个例子 是出现 在于我们大本的那个法华经啊 1064页 那你假如要将这个 啊 这个有好几十页 啊 啊 融缩起来呢 那老是慢慢 慢慢的来做诠释 啊 你们不要挂爱 这个良一流药的意思就是说 啊 世尊是众生的大慈悲之父 啊 当社种种的方便 哪个令众生来醒悟 啊 啊 但是呢 世尊硬化 啊 世尊视线在印度的时候呢 啊 曾经见过世尊 而且能够文法而得益 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虽然见到众生 啊 虽然见到世尊 但是呢 他就是摄像人在说的那个如如不当 那一堆教雄呢 攀远于五欲嘛 啊 有三分一的众生呢 完全 啊 没有见过众生 当然也不可能听闻到世尊的法嘛 那所以说呢 啊 世尊呢 啊 他呢 啊 细思 啊 为了众生 之生死了脱 世尊细思 他认为呢 要以扯种的方便 为最妥当 最适宜呢 啊 他是唯有佛要视线灭度 啊 所以呢 啊 世尊呢 啊 曾经在大众中对着弟子 啊 唱如誓言 他说呢 啊 如等当之哦 我今年呢 已经借八十了哦 十十一字哦 四十余年所说的话呢 啊 有玄教 玄教用 诗 玄教 然后呢 开拳 也是为了要显一圣佛 甚至妙法 今呢 啊 我将法流于世间 我诸弟子 若能够依教受职 那便能够断住烦恼 哎 能够了脱生死 啊 这个就是佛的法身常处而不灭也 所以呢 是尊主无事的交接诸弟子 啊 所以呢 佛的化身啊 啊 就会怎么就怎么样呢 就视线隐末 然后呢 在于他世界 来视线出身 注意哦 视线隐末 啊 在所有不世界 视线隐末 然后呢 在于他世界 来视线出身 就是像 啊 华严君所讲的 啊 佛呢 在所有不世界 成道已经有八千多次了 嗯 对不对 那接下来 哎 这个世尊啊 啊 在视线 啊 隐末之前呢 他曾经 啊 遣死者 来还告于大众 啊 说怎么样呢 啊 啊 因为他在 少不世界世界隐末了嘛 啊 所以说 他遣死者 等一下我会讲 这个死者就是所谓的 四一大四 四一 一二三四的四 一就是一子的一 这个四一大四 等一下我会做诠释 啊 我们先讲前面 就是说呢 世尊遣死者 就是指指指指这四一大四啊 啊 来告大众说 辱妇已死 啊 啊 但是呢 当然啊 世尊当然是不灭啊 他只是视线啊 隐末而已啊 只是暂时啊 仔细教化而已啊 啊 因为众生的浮薄 众生的根气也不具足 啊 啊 所以呢所谓的这个四一大四啊 就是怎么样 就是佛所遣的这个死者 啊 他呢 啊 啊 啊 有人会讲说 老师教的一小圣的话 那四一大四 那当然就是指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啦 那假如一大圣来讲的话 啊 就是指十性位 啊 是初一 嗯 嗯 啊 就是我们不是有四一大四吗 还是初一大四 好 那么呢 十柱 啊 就是第二一 那么呢 十性跟十会相就是第三一大四 好 那么呢 十地以上的啊 这个身位菩萨 我们称为四一大四 所以一大小生来分啊 啊 这个四一大四就是佛所遣的死者啦 啊 佛有遣死者要做什么 因为他要告大众言啊 辱父以死 其实这个死只是代表 是尊暂时自习教化 自习教化而已 然后视现于他国度 好 那么呢 又四一大四呢 是佛所死之人 啊 所遣之人啊 他遣大众言 他说呢 啊 啊 佛以灭度 但是留着种种的话 我今要鸿宣啊 啊 主等弟子应当要受持 啊 对不对 假如没有这个四一大四的话呢 来传述佛法 不管是小圣也法 不管是大圣也法 不管是大圣也法 那么呢 佛以四限灭度 啊 又有谁 能够知道 能够自知 世尊 出生 入灭 八相成道之士呢 对不对 没有四一大四啊 啊 来传宣世尊啊 所留下来的这个法 又有谁能够知道 对不对 好 那么呢 假如 我们谈到这个良一流药来讲呢 啊 这个 良一指的是子世尊 啊 流药就是呢 良药就是子世尊所流传下来的一切法 好 这个呢 啊 这个良一流药 讲到这个药啊 啊 有两种的这一个方式 啊 假如 是 律根 顿悟的 这个僧文 菩萨呢 他们是怎么样 见药便福 福后 就当下就病愈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啊 经文世尊者法 用于心性于世尊 淡然极尽的心性来相应 断除一切的见识后 啊 我法二子近舍 能够正到第一异地大空 这个见药便福哦 这个是利根顿悟的身文菩萨们哦 啊 对不对 啊 所以说 啊 有领悟佛法之至 有领悟佛法之妙至 啊 那么的今生呢 在预知佛的啊 妙法 啊 所以从出发心 从这个菩提场 一直到达涅槃场 最后才得度 菩提 为什么讲到菩提场跟 啊 跟涅槃场 菩提是不是就是指 我们的绝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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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具有佛性 但是一定要 依于法 才有办法 渐渐的啊 啊 断货正真 所以说 菩提场 场就场地的场 啊 啊 菩提场是那盘场 他能够到到最后的得度 为什么呢 啊 因为这一些啦 啊 利根顿悟的这一些生文菩萨们呢 是因为本来就具足有三圣的善根 三圣就是生文圣圆圆圣菩萨圣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本来就具足有这三圣的善根 但是呢 一旦根气成熟 实觉音源成熟之时 自然可以成道 自然可以成道 好 那有一种呢 刚才是讲这个利根顿悟的这个生文菩萨 但是有一种是怎么样 啊 上根没有成熟的 也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现世 就是现世 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利益 那是指什么呢 啊 为什么上根没有成熟 就不能够得到 世尊所流传下来的法义呢 为什么呢 啊 是说 因为过去是 与法结缘 是缘是浅薄的 啊 啊 又是什么 又是建物的更新 不是顿悟的哦 是建物的更新 或者是说过去是 根本没有办法 与法结缘 啊 又没有三圣的总性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啊 他们呢 啊 这一些大众呢 虽然见佛出世 只是欢喜而已 啊 但是他们的烦恼 障碍他们的啊 啊 啊 自心 他们贪着于武艺 入于妄见的网中 就是说啊 啊 啊 用什么啊 啊 用他们的六根来探演六成 六四妄性不断 要成为入妄见的网中 啊 不但不持戒啊 也不习定 那当然是不得解脱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良一流要的一种诠释 现在眼睛看老师这个方向 看我老人家这个方向要注意哦 世尊以一大因缘出现于世 虽然是开世误入佛的知见 啊 要让众生了知生死 本无实在体性 啊 之所以有涅槃是因为众生厌生死 所以他要求一个不生不死的涅槃 所以生死没有实在的体性 涅槃 其事有真 因为涅槃是众生本具 那个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啊 就是涅槃嘛 对不对 所以世尊出现于世的真正一大事的因缘 啊 我们在经文上常常有看到这个方便的言辞 说说啊 从此案到以彼案 其实法法必尽空性 啊 没有所谓的此案跟彼案 你有贪嗔痴 你有妄事啊 啊 来攀缘啊 妄成 那就是此案 对不对 你舍尽妄法 妄法本无可舍 因为他必尽空性 缘起当下就是必尽空性 啊 对不对 必尽空性 法法必尽空性 本不生本不灭 那当下就是涅槃 就世尊所讲的就是那个彼案 对不对 世尊是要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 除了是开示误入佛之之间之外 重点是尊要让众生了悟 本无生死也无涅槃 众生本具的赞然极尽心境 就是最殊胜 最不可言喻的这个大法 信心大法 你不要以为呢 当然法华经 诠释着很多的篇幅 他都讲说 是一开始误入 令众生能够了头生死 其实世尊的本怀 最深奥最究竟的本怀 世尊是要让众生了之 本无生死亦无涅槃 众生本具的涅槃 妙心妙心 那个就是极灭的心心 那个就是诸佛的自心限量 为什么老师今天都是好像讲的 比较究竟一点 因为这样子才对得起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菩萨 你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文字下 就是解来讲 还要接下来要进入什么 要进入悟 你没有悟 你根本谈不到正 对不对 你没有谈到正 你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究竟 就是过绝 知道没有 所以老师在这样子来提示大家 是因为我们长到这个本跟妙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有一种连串性 要有一种连串性 对不对 世法里面有没有 教义里一行一 仁一 仁一 重点 为什么都是那个一 那个一不是树木子的一 那个都是要究竟 对不对 都是要究竟 离言语 但是呢 法没有借着原语宣说 众生不能悟到 所以那只是一个全角的方便 那就要看个人的福报因缘 对不对 你要是遇到外道 对不对 你所了知的 八万节之后 众生不需要有任何的修 不需要有任何的 这一个 这个法 他自然而然就可以成道 因为外道认为八万节后 众生自然可以成道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定力 只能够进查到八万节以内 八万节之外 他们是变成为明帝 就是一无所知 但是世尊所知所见 是无量节 是不是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你如果这样一不小心 进去这个道场 这个道场本身 就是一个外加上一个道 这样听到 进去这个道场 你还以为很殊胜 越是修越是讲协同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要神通吗 很简单 你开采出你湛然极灭的心性 有什么通就什么都通 本来就是 因为外道再强 外道的这个 再如何的精进他们的道化 外道只有一个漏镜通 没有办法达到 你没有漏镜通 那你怎么可以有神通 是不是 漏镜通 为什么外道没有办法达到漏镜通 因为他认为 他这个身有神通 这个就是执着点 就是认为他这个身有神通 具足神通 所以就是执着有一个点 知道没 就是像白尺肝头一样 你的脚尖还是停在那个白尺肝头的那个肝的顶端的那么一点点 是不是 那是不是还有执着之处 还有你所取之处 还有能所之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众应该要了知 好 那现在呢 良一流药 对不对 以及从地勇出诸大菩萨 已经为我们大众 来做一个诠释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九 本寿命本 本寿命庙 好 这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说本佛 就久远绝语成道之佛 本佛呢 能够很自在的 能够实现长短不同的寿命 我们称为本寿命为庙 那么佛的八项成道的化身 是由本而垂淨基 淨基 淨基就是佛实现在印度的 这个宗宗的吉祥 也就是有法报身所实现的这个化身 所以呢 这个全巧硬化的这一个佛身 也就是法报身 化佛的寿命是不等的 但是本佛法身之寿命 无量 三是无量寿 故称为等 那什么叫十方等 十方所限 硬化身 不管是化身也好 硬生 对不对 十方所限的 也是无量身 所以称为十方等 你千万不要自创品牌喔 不然你会闹笑话的 此名为无量寿 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无量光 无量寿啊 那个无量光 那个光指的是智慧 好 那么呢 佛呢 已经证得此无量寿 则寿命可长可短 这一点要加之 不然有的众生会说 既然是无量寿 怎么还有一个长跟短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佛已证得此无量寿 对不对 那么这个寿命啊 佛之寿命 可以依照佛的本愿 还有众生的福德因缘而限 只要这样子来做诠释 你千万不要说 佛就真的无量寿啦 阿弥陀佛的寿命喔 他想要等就等 想要等就等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佛是依照他的本愿力 还有众生的福德因缘所相应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人出生于佛世 有人始终 不是出现在佛世线之前 就是出现在佛世线灭度之后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所以视为本寿之密妙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看第几页啊 看到 第几页 对啦 那就表示你们跟得上 好 第十 本利欲等 本利欲妙 好 一心就是指真如的妙性妙性 这个一心就是绝代的心性 这样比较快 绝代的心性 那个一是绝代 就是我们的真如妙性妙性的如大海 具足重宝章 我们的心性例如黄金啊 是不是可以随着这个 这个注金匠啊 他所可以打成怎么样 重金区啊 对不对 比方说你 你一公斤的这个黄金啊 对不对 你也可以将黄金打造成什么样 十二生肖啊 你也可以这样 这个黄金打造成很庄严的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你也可以将黄金打造成怎么样啊 你的皇冠啊 你的项链啊 你的耳环啊 还有你的脚环啊 我说老师 有脚环啊 那天我在这个 我不是跟大家报告过吗 老师 常常坐高铁嘛 你们都知道 那一天刚好被一个年轻的帅哥 驚一条 他进来的时候呢 刚好坐在我右边的右边 这个呢 他呢 因为是坐在后座 所以他脚一伸直以后呢 脚就翘起二郎腿 我仔细的一看 奇怪呢 为什么后座 的那个坐垫上 为什么有那个金光闪闪呢 仔细看 左脚到右脚都有带交换 而且还有那个铃铛呢 我一看 就很厉害 那也是这样 不知道要怎么说 对不对 这个 末法实际的众生 也许这个就是自然现象 不然你要怎么说 是不是 就是 哦 那个脚环 我看 这个带在那边也危险 那不然你不然你一乘搭车 空门车嘛 那么呢 在这个街道上 这样子的话 来显示出 他的体力的练习的话 我很担心 这个 空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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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那万一有人呢 对不对 这个 两轮的 空门车 空门车 对不对 他们不要 他们要的是那个 脚环 那你想 这个后果 真是不堪设想 对不对 真是 也只能够四个字来代表 阿弥陀佛 不然你要怎么说 好 那现在我们继续看 好 恒沙功德的利益 尽在这一个平等的 这个一心 一心就是 赞然极尽的心境 才可以显示出 恒河沙数 无量的功德力 所以说 恒沙功德 尽在此平等一心 平等的一心 就是真主的心境 真主的心境 就是赞然极尽的心境 当然极尽的心境 就是诸佛的自内政的功夫 对不对 事故与今时 应该要熟悉无肉业 你要修无肉业 你最初一定要了知 缘其信空 而且你还要舍真爱 这两个字 你要是真爱留心 那么你的生死永不断 你的生死永不断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谈到 所以说 寻许于 本来就不生不昧的平等心心 便得以正成就近的果决 但是 以物见于他人 意思就是法法平等 个人的根器实解 因缘 成道 都有不同 所以 不能够轻视那些尚未正成就近活道 之人 他说 因为众生 皆可成佛 皆可成佛 众生皆可成佛 自为本利与庙 好 好不容易 将本一集 他所有的等跟庙 稍稍做一个诠释 那么本经 就是我们的妙法莲华经 之所以可以超胜一切的佛法 我告诉你 这几个字 千万不要认为说 法法经 是唯一最殊胜的 是最无上等的 他是一切佛法里面的唯一的不对 法法皆是世政的心心 法法之所以能够相应 也要看众生的福博 还有他的根性而论 所以要千万记住这一点 本经 所以超胜一切佛法 这个是以 实践因缘全角而缩 而称为诸今中之王 之所以能够超胜一切的学术宗教 要注意 有些祖师大德们曾经提示 其实佛法并不是宗教 他是涵盖一切的学术 而且他是一种的教育 他不单单只是宗教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而称为妙法者 就如以上我们所探究的 本门还有基门的这个等跟庙 就在如上文所叙述的究竟平等 这个不但在理上说 心佛众生三五差别是究竟平等 注意这个是站在理体上来讲 是站在佛性上面来讲 但是在事项上 他也包含了佛所说的三圣法 假如以大圣 假如以大圣、中圣、小圣 来讲的话 这个小圣就是身文 中圣就是圆觉、万甲 那么大圣就是菩萨 那假如以三圣一般讲三圣 三圣就是身文圣、圆觉圣、菩萨圣 这样了解 那么一般来佛所说的三圣法 究竟平等是一佛圣 佛的三圣也是究竟平等 是一圣 是一圣 那十方三是诸佛是究竟平等 世间的善与初世间的善 究竟平等 为什么 法法必尽空性 所以究竟平等是成佛的资良 乃至于生死等 涅槃等 这个地方刚才老师都提示过 生死因为他没有实在体性 生死没有实在体性 所以称为无生死 但是以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果却是清清楚楚 虽然业性本空 但是因果却是不空 因为总生是以六四旺心 落入于有时间空间的轨道上 所以这个业力王全是展开出来 所以说生死等 为什么生死等 因为他没有实在体性 那涅槃呢 涅槃也没有实体 涅槃是众生为了要畏惧生死 要求一个涅槃 他不晓得这个涅槃指的是 本不生本不灭的根性 众生本质具足的 不是你求才有 他本质具足 但是必须要借修而显 还有诸法等 为什么 诸法 元起性空 性空元起 体性本空 无尽的元起 各种元起 也都是性空 这样了无了没 好 接下来 好 我们来看110集 好 很好 好 万寻等一星 万寻等一星 万寻是不是元起 元起 元起是不是信空 信空元起 元起信空 是不是我们的真如妙心所现之真理 所以是一性所现 那无明等佛性 这很多人会错觉 无明等佛性 为什么 无明无因 无实体 因为我们的元觉 因为我们的元觉 自信当中 本无无明 这个是在我们元觉经里面 对不对 所一再再的世尊的开示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这一个佛性 是 湛然极灭 的心性 湛然极灭 之心性 当下显现的就是佛性 对不对 所以人家说 为什么是无明等佛性 你要这样做诠释 这个是平等的究竟一 名为一真法界绝代 法法皆真 法法皆如 这个法界 所以又名为不恶的法门 又名诸法的实相 无相无不相 空又不恶 平等法身 正等正觉 不过 这个微妙生傲之事与理 必须要怎么样 练出来 很好 因为听你们在练 老师 老人就可以了知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于义理上探究 不然的话 有个人就会这样子念 我老人就要念一次给你听 他说 是要转妄事 成为无分别 自后的境界 一定这样念 无分别字就是所谓的根本无分别字 为什么说 根本无分别字 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分别 你搞错 根本无分别字的意思就是说 法法究竟平等 法法无尽的缘起 就是当下都是信空 信空才可以有无尽缘起的幻生幻媚 对不对 法界无界 所以说是转根本无分别之后的境界 要注意 又名为入佛之间 这个不是凡夫外道 他们的初心所能够误入的 那就是当然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怎么样 先从 能所相待不等的二分法中来测悟 这有什么 法法本至必尽空 法法不可得 就是因为法法不可得 才无所处 是不是 从但人结悟中 从衣食就行中 不起真爱之分别 要断疾 因为苦是来自于疾 断疾 接下来 子二 焉离 求生 这个净土 就是我们的心性的净土 要注意 使得进入于 这个究竟等究竟庙之门 他这个进入 也不是有什么的净根出 这个进入也就是完全弃入 完全弃入 究竟等跟究竟庙之门 好 却不可以 常常开口 就方便说 空无相 放下 不要执着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音声语言相 所以说 常说 常说这个空无相 但是 但是 一切的行 却是哪 念出来 却怎么样 却怎么样 四个字要念出来 却怎么样 行 却是行在有中 这样了知道没 一切行 却是行在有中 不平等当中 这个行是出众生相 好 例如中论所说的 不依世俗地 不得第一异地 这个要注意 你千万不要错觉说 我要得到第一地大空 我要悟得第一异地大空 我一定要在世俗地里面 我才能够悟到 这个还没有圆满 不依世俗地 不依第一异地 一直就是说空有不二 意思是这样 你要有熟地 要来契入真地 对不对 你要知道熟地 注意哦 熟地是有 对不对 真地是不是讲空 所以说你真地不能够离开熟地 你熟地要注意空有不二 才能够去入于真地 所以通常我们这个在做早课的时候 还有各种华会 不是有时候恶地融通三昧运吗 什么叫做三昧 正定就是三昧 这个正定三昧就是指我们的能言大定 佛定指的是你的自信定 不是有一个入定注定出定的那个定 所以要注意 所以要有恶地融通 要圆解 圆修 圆正正如的平等性 如此呢 才可以正得第一异地的大空 这个等是指如理字 如理字 如理字也就是实字 如理字也可以讲就是根本无分别字 这个在法法经里面 世尊都一再再的开示 那么呢 不等 不等就是千差万别的意思 千差万别的事相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要如量字 如量字就是后德字 所以说要以二字来正得二地 也就是说要融通三昧运的意思 所以说如理字如量字 都是要清楚 什么叫做根本无分别字 什么又称为后德字 这个呢我们都讲过N次 好,现在我们继续要翻到第几页 好,118 没有错 好,接下来 有时候你们在你的这个讲义上 要注意一下 有时候老师在讲的时候呢 你说奇怪老师我找不到 不是你找不到 而是夜马让你找不到 有时候118位会出现在 116月的前面 118月会出现在116 然后116会出现在117的后面 所以不是你的过咎 知道吗 不用金钓 你稍微看一下夜马 夜马 有的人说老师夜马还对 可是那个文字像 好像有时候还来不及对 那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个是因为你入于你自己所创的 四常八定的境界 耽误了你自己 听到没有 有的人对我老人家娓娓的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过你回得很快 因为真正究竟 是无处无入的 所以老师也去赞叹你 回得快 色性色念的快 讲到这个色 已经在看我老人的这个幻想 昨天在山上这个法师 他说老师 我们那个一正二报 那个相色相入 我老师 会有手插入 插入就是搞不清楚 有时候会混乱 你们就这样子记 这样子记 入 比方说正报 听清楚 正报入于一报 那个入 就是正报入于一报的时候 就表示正报隐没 一报显现 这样听懂吗 这个入就是隐 这个色 有没有相色的这个色 有没有提手旁的那个色 那个色就是显 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要看那个正报 入于一报 一报入于正报 但是相色相入 这个它是一个妙作用 妙作用 你要讲到相色相入 你必须要体悟到什么 我们通常讲的 理无爱法罪 事无爱法罪 理事无爱法罪 事无爱法罪 你一定要了知 毕竟空性 没有大 没有小 没有高 没有低 没有近跟圆 这个是毕竟空性 所以说即使再大的毕竟空性 都可以融入于一毛端 对不对 一毛端 甚至是一个颗粒为成 都可以怎么样 扩展到无间的虚空 这个就是指什么 毕竟空性 你没有毕竟空性 你什么入 是不是 你怎么相色相入相知相容相合 对不对 这个是因为昨天上上法师来问 现在老师刚好在我们班上 稍作一个提示 要注意 入就是影 色就是显现出来 好 我们来看118月里面的这个各式等 那这个各式等的话大家都不陌生 这个就是106月的这个经文 有时候 这个长者各式诸子等 一大车 对不对 这个各式 那现在重点就是要强调这个 什么叫做身为各式 因为呢 世尊随着众生各个不同的根性 以及本食 主要本食 不是你阿拉耶士里面那个食器 这个本食指的是指 洗日所休息的 好 例如呢 身文 休息四地 这个圆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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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恶生福德 智慧等等 在无量的差别当中 世尊皆一一的指示出 无不是一心万行 我告诉你一心是无差 但是随眼所现的万行千差万别 那么呢千差万别的万行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圆起 所以归以一心必尽空性之理 所以说即是世事而都是真 什么叫做世事是真 意思就是世事都是借世在弦理 每一世当中都是以圆起性空之理而去入 所以说理中有世世中有理 那么你开拳是为了要显一圣佛教 都是同归于一个尽心的究竟一佛圣 例如大海那百川 对不对 一理总色一切的事项 一圣是总色 那重体就是万行的意思 那万行是怎么样 是理所骗住的 所以一切行是不是都是理所显现 好 那么呢 真性真性 是种具 也就是众生本具 那么呢 一心随眼所起的万行 它是骗现 注意哦 这个骗现是换身换现 好 法法无不从此法界流 注意在这个地方的法界流啊 也可以讲说是无警戒的话 那当然是指法性啊 有警戒就是佛性啊 通常呢 他讲这个啊 这个法性也可以包括佛性跟法性啊 好 法法无不还归于此法界要注意 法界无界 要注意到这一点啊 这个是在华言经里面 他所提示的啊 那么法界啊 即是真心真性 就是绝代的心性 绝代的心境是湛然极灭的心体 就是因为湛然极灭 所以他可以骑无尽的妙用 好 接下来 看 这个大车啦 大车啦 大车就是大圣 大圣就是一心 能够骑万行 万行要归于一心 就是像我们的如来杖啊 对不对 体是极尽的极灭的 但是怎么样啊 他的妙用无穷 所以说极耳常照 照耳常解 照耳常解的话就是说 哇 就是妙用要归于本体 意思是怎样 好 那现在我们说 好 大圣就是一心起万行啊 万行归于一心 这个乃是实法界的众生 本来都是怎么样 啊 具足平等的一心心啊 此心性是最大 啊 他这个讲的大 是指平等中的无量之大 不是讲那个大小的大 啊 就是因为此心性是最大 啊 为什么 因为身心本如嘛 对不对 好 那法法皆真 那法法皆如 为什么法法皆真 啊 法本无生 啊 都是一元起 对不对 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啊 啊 空性 毕竟空性 一元起 啊 元起就是所谓的毕竟空性 啊 所以这个地方一注意 啊 所以说法法皆真 法法皆如啊 对不对 好 那么此真心真性 能够运载实法界的众生 如鱼啊 究竟本不生本不灭的大涅槃 啊 所以说啊 各是诸子等一大车 这个一大车就是指的大白牛车啦 啊 这个大白牛车指的就是指根本无分别字啦 啊 对不对 世尊说一切法啊 对不对 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开采出根本无分别字 啊 好 所以说 此就是禅宗所谓的指指人心 为什么称为指指人心 啊 啊 因为言语道断心心出面 一针见血指指你战然寂静的心心 好 所以说 见信成佛 也就是定净土中所说的 是心做佛 啊 啊 是心是佛 有人说 老师要差一字而已啊 是要怎么来诠释 好 此心 能做佛 此心 本是佛 好 我再讲一次 啊 此心做佛就是说 此心能做佛 但是这个能不是能所的能 啊 啊 此心为什么 因为此心本是佛 本是众生所具足的 本是不生不昧的 是不是 好 好 接下来要看到第几页啊 119 好 119 从这个地方开始啊 就是呢 就是要来叙述我们前面经文面所讲的 啊 从这个汽车高广啊 啊 因为呢我们前面所讲的几乎都是有讲到等到庙 是不是 好 那么呢 啊 这边有讲汽车高广 你们知道是前面的第几页吗 第几页 嗯 很好 10 106 107 108 好 慢慢的 好 可见的 这个都事先 有备克 有备克 好 怎么称为汽车高广呢 这一句呢 是一个种欲 种欲一切种字 就是种欲啦 根本无分别字啦 啊通常我们讲一切字一切字 一切字指的就是佛字 知道没有 好 这就是种欲一切种字 就是一心起万行 那么呢 真心真心 啊 照之如来 哦 来 这句话 有没有人想说 老师 啊 你就 要说这久了 嗯 嗯 啊 啊 啊 发表 来显露 你的自信 啊 这个 心照 诸如来 怎么个诠释啊 贵音 要不要尝试看看 你不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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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照之如来 啊 沒有關係 啊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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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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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老人家啦 還是我老人家來講 啊 還要下課了 嗯 好 這個心啊 心照之如來 注意這個心 指的 就是我們眾生 絕大的心性 真心真性 真心本如 本來就從不動 本來就從不變 好 那麼這個照諸如來 這個諸如來 指的是指什麼 聽好 然後指的就是指 眾生本據 湛然極淨的心性 不是在 比那個十方的如來 好 所以說 真心真性 本是眾生 湛然極滅之心性 所以說心性 啊 照如來 那麼呢 是最高無上的捏盤 妙性妙性 心照萬法 是最廣 無量 這個地方要注意 好 這邊又講最廣 又講無量 啊 這個呢 是一種全巧的一個描述 好 心照萬法 一心開二門 當然心真如門跟心生妹門 那心真如門呢 好 是至高無上的 因為他現在就是要來詮釋高跟廣 啊 所以呢他用這個意理 都不離開高跟廣這兩個字 啊 所以一心開二門 心真如門 心真如門 是至高無上的 是不是有看到一個高 好 那麼呢 心的生妹們 是廣到無來 那是不是有一個廣字 好 所以說 萬法是歸於一心所限 好 好 好 是高 那麼你一心是隨著緣起 好 一心隨緣起千差萬別之事項 啊 視為廣 好 那注意 好 要比喻為一佛聖佛的知見 注意 要誤入佛的知見 必須要注意 一教一理一心一還有什麼一 還有什麼 仁一 好 那佛的全十二字 啊 以及佛的捏盤菩提二果 好 你們告訴我 捏盤是自得還是斷得 捏盤是屬於自得還是斷得 啊 佛的捏盤是屬於斷得 那菩提類 菩提類 菩提類 菩提就是自得 因為菩提是各得嘛 好 這個 自得二果 其 體大 相大 用大 都必須是要趁 趁就是合啦 系入的意思 都是趁體而合於 法性 樹窮三季 樹是指時間還是空間 對啊 空間才可以窮三季 時間才可以窮三季嘛 所以說 樹窮三季也高 那重呢 不知道 恨呢 恨是指時間還是空間 對 有人說 老師我剛才沒有有時間 現在又有空間 絕對 對 對 好 那麼兩遍 遍 十方 空間嘛 遍十方 成為廣 還有 重寶庄教 這不能考慮 好 重寶庄教以下的這個文 是別慾 是別慾 其中高廣是種慾 那麼的重寶庄教 是別慾 分別 譬喻一心的體大跟相大跟用大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 從這個重寶庄教以下 這個都是別慾 別慾就是個別 細的比喻 什麼呢 稱為重寶庄教 這個重寶是指萬行萬德 重寶庄教的意思就是 以萬行跟萬德來莊嚴 意思是這樣 比喻什麼 比喻一本不生本不妹的真心 真性的這個絕大的一心性 而起萬恨的因地形 萬恨就是重寶 他現在講這個重寶 重寶就是萬恨 萬恨的因地形 然後以莊嚴來修飾 萬德一心的佛果 這個比較容易清楚 前面你們所說的 從地永出主大菩薩 量藥流衣 現在要再停在這個量藥流 量藥流藥 現在要再停在那裡 趕快回來 趕快祈入我們的119頁 好現在已經知道了 重寶庄教這個是一個裝飾 要用什麼裝飾 什麼什麼樣的來莊嚴 那就是要以什麼 一心所啟修的萬恨 萬恨指的就是因地形 對不對 來莊嚴萬德一心的佛果 所以說通常我們講 你看以收入於大殿 看到我們本世世家母立佛 這個坐相的後面都有提示個字 什麼字? 對的萬德莊嚴 好那就是無盡的莊嚴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 好這個周渣藍筍 這個周氏 不曉得是不是原本 這個經文上面 他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還是一詢 一詢 好 周氏藍筍 這個藍筍就是指什麼 要遮外惡 對不對 通常你看現在 我們這個 我們台灣 也是比較普遍 好像沒有外牆 好像覺得沒有安全感 對不對 那麼國外 他是這樣 你這個圍牆的高度 不管你是用木頭的 或者是你用磁塊所欺的 或者是你要用各種的植物 所做的那個外牆 不能夠超出你這個 物體的幾分之幾 也不能夠超出遮蓋住 你的左右鄰居的幾分之幾 這個都有規定 都有規定的 互相尊重 好所以說 你先可以種植什麼 觀察大家 所一再再的回答就是 恒河沙塑的盡性功德力之德 也就是所謂的比喻什麼 三句境界 三句境界 一句式回答得出來 三句 三句 色 饒益 色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色綠一界 色綠一界 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已經知道 忘惡不令入 那你必須也要知道 緣起信空 你必須要守本真心 才可以另外而補入 所本真心 你的真心真心 對不對 你那個本不生本不畏的因地心 就是你的真心真心 是不是 好 接下來 什麼稱為四面玄靈呢 這個靈 注意 這個靈 是比喻事無愛知 這個事無愛知 可以想策雲霄 能夠怎麼樣啊 能夠醒眯 能夠啟絕 所以你九屆的眾生 都能夠歸依而正性 好 那麼呢 張寿顯蓋 好 注意 車旁 車旁邊 所垂下來的這個草蔓 我們稱為慢 也就是所謂的血 現在呢 你們要是看到那個電視 尤其是這個 這個 他在描述這個 印度的宗教上面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那個大白象 有沒有 黑黑白象上面啊 或者是說他們那個捧車啦 有沒有 這個車慢 就是從車頂啊 所垂下來的那個草蔓 各種的裝飾 對不對 或者是用七寶裝飾 相當的莊嚴 所以車盤的 所垂下來的這個花慢 我們稱為弦 車頂 車頂就只捧啦 所以我們講說 我們有沒有看到啦 這個車捧車捧有沒有 車頂之捧是為蓋 是為蓋 這是比喻什麼 比喻念出來 來 好 慈悲 息捨 事無量心 為什麼呢 他這個慈悲 息捨的事無量心 能夠怎麼樣啊 能夠應付 念出來 好 那麼呢 在重德之中 以什麼為最高 好 就是以大慈大悲 為最高 所以我們比喻為賢戒 所以人家講的賢戒 你就說 就是說 事無量心裡面的大慈大悲 好 接下來我們看 第四行 一以珍奇雜寶而言是之 這個要比喻什麼 因為這是別喻嘛 所以是比喻 比喻什麼呢 一心所取的萬善功德寶 要注意 那個萬善 不是只有指一萬之善 這個萬善 也是指無盡的功德寶 好 他不僅僅呢 能夠利益眾生 而且呢 亦能夠什麼 亦能夠怎麼樣 你看 莊嚴 此無名無相的 絕代信心 你看絕代信心 用莊嚴這兩個字 所以呢 你要莊嚴自己 你必須要先莊嚴你那個 占然極竟的心性 你要莊嚴你 占然極竟的心性 你必須要了知 什麼稱為占然 對不對 你要了知 什麼稱為緣起信空 信空緣起 什麼稱為法界無盡 法界無界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老人家特別跟大家強調的幾句名相 你要是來不及聽 你就是要聽音聲檔 多聽幾次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 什麼叫做寶神交絡呢 好 這是比喻什麼 念出來 好 什麼稱為似弘事怨 阿關 什麼稱為似弘事怨 似弘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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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歸音 對 阿關 我說你來講講似弘事怨 我們的阿關就入定了 入定了 入定了 是不是 我們那個後面的溫居是 他出動 為什麼他出定 因為他來看看 阿關到底入於自己的 第幾定 他確實是 因為有時候他在 看這個法義名相的時候 他一直在思維 思維 全巧入定 不是我們自創品牌的那個 那個市場拔定 絕不會 好 接下來看一下 寶神交流指的是 是似弘事怨 總是 菩薩之萬恨萬得 菩薩的萬恨萬得指的就是 什麼 十波羅蜜 這個十波羅蜜意思就是 為什麼有人講說 老師那個六度跟十波羅蜜 十波羅蜜就是菩薩要離向 所以我們稱為十波羅蜜 所以我們稱為十波羅蜜 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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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令堅固而不善 之萬恨萬得 假如以名詞來講 最好你們念萬恨萬得 假如以緣起性功的話 通常我們是講萬行萬行 好 現在我們來看垂珠華陰 這個比喻什麼 適色法 適色法 適色法就是不適色 愛雨色 立行色 還有同適色 立行色不是說旅行色 聽好 現在還要學科 我聽說 我就知道有一個叫做旅行色 立行色不是旅行色 好 能令眾生得四西坦之意 哪四西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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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四西坦 過勒 對 為人西坦 第一地西坦 很好 這這這這 這都 五課前的努力 好 那接下來 好 什麼稱為 重複腕炎 重複腕炎 其實提到就是所謂的 真正的所謂的四禪八定 素贤八定 好 這個腕 當然 以文字相來詮釋 是一個清安柔順 是清安柔順 那個炎呢 是指他 息入 這個炎就是草席跟那個床墊 這個是不是安置之處啊 我們人在修習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安置之處 這個是比喻什麼呢 比喻一心所色的禪定 好 一心所色 一心所色的禪定 好 那麼重複 這個 是指 素贤八定 這個不能夠列成重喔 重複 所以指四禪八定 以及什麼呢 以及內觀 安心修之禪定 內觀 注意 內觀是以定觀 以正定來觀 而不是用肉眼 不是以妄事心來觀 要注意 好 那麼什麼稱為安置丹正呢 這個丹啊 是夕陽之色 是夕陽之色 很多人呢 都喜歡看夕陽 因為夕陽近黃昏啊 是不是 好 丹是指夕陽之色 那整 是指 休息之去 這是比喻什麼 比喻什麼 比喻五肉的魅靜定 那是不是第九次定呢 第九次定 這個魅靜定 這個魅靜定 他能夠解 注意這個地方 那個字 老師給那邊準備好了 你一定要注意 能夠解 三聖聖者之禍 顧明安置丹正 有的是粗獲啊 有的是細獲啊 有的是無明獲啊 要比喻淨土的法門 可以安置九法界的眾生 往生西方極樂淨土 而得以安泰 老師念的字 你注意就好 好 接下來 好 架於白牛 注意 這個架於白牛 這個白牛指的是指 大白牛車 大白牛車指的就是指 根本無分別字 這個在方便品當中 都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還有我們這個比喻品 第三品也講得清楚 是比喻什麼 我們的這一個真如心境 絕代心性 他是駕馭著什麼 根本無分別字 真的根本無分別字之後 才能夠起後得的方便字 注意 聖者度眾一定要用到後得字 他知道眾生的根基 知道眾生得度的因緣 知道眾生因緣合法來開示 所以要注意到這一點 好 導引萬恨是扯 到於無知亦無德的佛果 無知亦無德 到無所住的佛果 好 那麼一心還有二字 就是一心所顯得這個二字 有三種殊勝的這個 三種殊勝之功能 好 因為牛有三德來比喻 好 這個 詩居士 能不能幫我們唸一下 一第一德是什麼德 好 接下來呢 能斷什麼 能斷二掌固 第一個就是祥願之德 祥願喔 要祥願 這個是相當不得了的 對不對 所以四尊一再的讚叛 這個忍辱的功夫 你必須要祥福願 你沒有辦法祥福願的話呢 你那個真跟愛不斷 那生死無盡 注意 好 因為在這個人言經裡面 都講得很清楚 好 祥願之德能夠斷二掌 哪二掌啊 一起講 煩惱中 收地中 好 那第二呢 第二德呢 好 這個 那個證居士 來 幫我們唸一下好不好 好 再繼續唸下去 好 端言之德 注意喔 端喔 端言之德 因為他有具足眾善的功德 好 第三 好 注意 這個第三就是 願載之德 可以忌諾 自 也可以忌諾他 意思就是說 自利利他 好 所以說 以此一心所需的二掌 能夠贏 白牛 所嫁的大聖之居 大聖之車 所以我們稱為嫁與白牛 好 那 膚色充絕呢 就是一心二志 一個絕大的心體 具足有萬恨之德 例如 膚之充實 三丈永靜 好 大家注意 三丈有盡 好 那這個呢 一般 所說的 老師 這個三丈 三丈 又名三禍 三丈又名三禍 在這邊所說的三丈 跟我們人眼睛裡面 好 這個師尊對於 這個阿南尊者所開示的 你历劫多文 不如一日修五六夜 然後又講到 摩登前女 身為女生 他有一個 還有三丈 還有師尊對於 耶穌陀羅的開示 仍然會提到三丈 三丈有時候 對於 這一個 各部經典上 有時候對於三丈 這個詮釋 都不太一樣 好 那這個三丈 我老師在這個地方稍稍做詮釋 而你們有空白之處 就稍微記一下 三丈也可以稱為三禍 三禍就是三丈 那麼天台中 就是用這個界內 就是三界內 跟三界外的禍 來區分 比方說 一見是禍 那就是三聖所共斷的 就通禍 就是見是禍 為什麼呢 因為見是禍會 會召感三界的神死 所以稱為界內之禍 那麼見是禍過 就是一個 乘殺禍 乘殺禍 就是所謂 釘殺戒 知道沒有 釘殺戒 不要打這釘刷 釘殺戒 好 因為怎麼樣呢 不能夠 能夠禁止 不能禁止 戒內戒外 有如橫河殺樹之法 所起的禍 我再領一次 因為你不能夠 徹底的了悟 戒內戒外 橫河殺樹之法 而起的禍 所以說 菩薩在斷見施禍之後 見施禍是不是通禍 禍 三陣人都必須要斷的 所以菩薩在斷見施禍之後 亦 濁於空觀 斷見施禍之後 菩薩 亦 亦 亦 會怎麼樣 會濁於空觀 當然這個不是只生為菩薩 所以亦濁於空觀 他不能夠撤之 眾生之沉沙霍 以及要如何來對峙 來教化眾生沉沙霍之法 所以你這個沉沙霍 會妨害菩薩 出假立身 出假立身 出於假地 就出於俗地 而來立身 所以此霍是菩薩所斷的別霍 這個別霍就是說 只有菩薩才斷的 這個是同一界內外 這個是定沙霍 成沙霍 第一個是見施霍 第二個是成沙霍 第三個是什麼霍 就是無明霍 無明霍的話 就是說不能夠究竟了知 一切法本空 我今天一直在講 緣起信空 信空當教就是緣起 無明無因 無實在體性 就是因為不了一切法本空 所以他不能夠 側悟中道的第一異地 所以會有起煩惱 這個霍是屬於夜市之種子 要記起來 無明霍是夜市中之種子 夜市 夜市就是我們的第一戲 是不是 好 那麼呢 也是屬於煩惱 也就是煩惱的根本 那是根本 他是屬於界外的三霍 也是他也是稱為別霍 唯有大聖的菩薩 無明霍要怎麼樣 唯有大聖菩薩 在定慧雙修 就是定慧等辭之下 而且要萬恨要具足 六度萬恨具足才能斷 而且要以中觀來破 中觀就是空有不惡 對不對 好 不及文字檔記載的時候 有陰森檔要逗聽幾次 陰森檔要逗聽幾次 好啦 接下來我們看 佛性出禪 名為法聖 佛性 注意 佛性出禪 名為法聖 假如佛性再禪 是什麼 很有智慧 所以立足 膚色之洁 要注意 因為他這個是別欲 你們不用去死祭他 但是你要了知那個毅理 了知那個毅理 不要去死被 好 接下來 形體 書好 是比喻什麼 比喻有一心 就是湛然極盡的心性 所起的觀照般若 通常我們講觀照觀照 對不對 你沒有般若之字 你怎麼觀照 對不對 你沒有般若之字的觀照 你容易落入於成癮裡面的身跟面 好 所以說呢 有一心 而起的般若的觀照 可以震得根本 無分別字的十項般若 色相伏見 此名為般若之心體 那般若的心體必須要依照般若之心體 才能夠起厚德字之妙用 你要起厚德字 假如以聖者而言的話 他們必須要用什麼字啊 用視覺之字 蘇嘎 用視覺之字 所以說 從體起厚德之之妙用 好 那麼呢 在以體大向大用大 以體大用大向大 都是蘇聖妙好 所以他都是清淨無肉 唯妙蘇聖 好 接下來 我們看 什麼稱為有大經歷呢 好 這個 溫居士 能不能 幫我們唸一下 第四行 有大經歷 能認重之緣 不要緊張 溫居士 他很疲憊 每一天 他會提早時間 連晚餐都不用 就來讓這兩面圖騰顯示 這個角度也不好拿捏 所以 這個 阿關在後面指揮 我們的溫居士 就在這個布幕旁邊 忙上忙下 這個布幕前進又後退 影像又顯得偏左 再偏右 你不要看這個布幕 這個布幕啊 有無量的意 之所以會顯示這個布幕 重點就是說 當你在昏塵 或者是說你這個華裔 有手偏濕 而有手插入的時候 你要趕快來看 趕快來看 因為這兩面布幕啊 含有無量意 不但是以三系六處來講 還有所謂的成 就是所謂的成癮的深層跟滅層都有關係 還有所謂的分別式式 對不對 粗的細的都有 所以每次這兩面圖騰顯示的時候 我有也有發覺到 我們在座的這些菩薩們 有時候他自然 記載 記載了幾個字之後 他會忽然間來找 尋找這個圖騰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所謂的這個力量有沒有偏差 他要來對照 尤其是當這個我們的這個三系六處 三系六處 老師用一個比較淺顯的比喻 三系六處就像我們學數學的時候 你一定是不是要先背九九乘法表 這個尤其九九乘法表的功能 所以說這個地方要注意 不管是大乘小乘都不能夠離開 都不能離開 即使你轉世成字 更是不能夠離開這個圖騰 這樣就了知了 接下來 這個有大經歷是比喻一心所屬的二字 就是所謂的根本無分別字跟後得字 對不對 那假如以這個根本字 以後得字來講的話 假如以智力的話 他就是怎麼樣 就是注意一定要加字 就是斷惡無不禁 加一個斷 智力就是斷惡無不禁 好 那麼呢 因為他講智力 那你眾善無不願 那假如以利他來講 就是無身不渡 無身不渡 但是注意 佛不能夠渡盡無緣的眾生 佛也不能夠渡盡法界一切眾生 好 所以這個一定要注意 所以他呢 則是無身不渡 能夠認眾之遠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 行不平正 行不是要平又要正 這個是比喻什麼呢 比喻 好這個 這個廖居士能不能為我們來念一下 行不平正 好 很好 你聽到 他在念的時候 你看那個智政腔圓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六居士 廖居士呢 每一年一定有兩個 兩個禪期 聽說廖居士的母親大人 也是 也是 很講究這一個禪 就是禪就是佛的心性 是不是 好 我們現在先看前一段 行不平正 就是比喻我們呢 這一個一心 真主的心性 首修的大聖的子 還有官 已經怎麼樣 已經圓滿正德 而且你可以清正到 定會均等 注意 在我們的這一個 能言經裡面 要講到定會均等 在五十陰謀裡面都講過 你偏於定 或是偏於會 都會出差路 這個要注意 所以說稱為定會均等 你要定會均等 那一定要注意指 以及官 你的指跟官 一定要用般若來觀照 一定要用般若觀照 你要是說 你想要用你的六四望星 來觀照 令你的定位均等 那這個是不可能之事 對不對 因為又是旺心 是生妹 刹那不停 是不是定會均等 那個是正定的三妹 所以要注意 好 那麼呢 空有 平正 注意 空跟有 都是要坦然 什麼叫坦然 坦然就是不惡 空有不惡 要平等 才能夠證實 極造同時 極是指我們 湛然寂靜的心性 他的體 那造就是 一體所取的妙用 那你一切的妙用 是不是要歸於體大 對不對 所以極造同時 就是極而常照 照而常極 這個都是指心性 指心性大法 而且 怨親不惡 之意見 怨親不惡 你必須要降服你的真愛 你必須要降服真愛 你真與愛 沒有辦法降服 你怨親 絕對 沒有辦法做到圓滿究竟 是不是 好 又比喻呢 行不平正又比喻什麼 比喻菩薩 菩薩的中道之心 菩薩的中道之心 他是不偏空 也不偏有 所以我們講空有不惡 空是指 必須空心 有是指緣起 緣起當下就必須空 必須空當下就是緣起 所以才可以得理事無愛 是就是無盡的緣起 理就是萬法必須空極 所以說理事無愛 你沒有理事無愛 你不能夠進入事事無愛 所以說二地融通三美印 無知無助 無著的意思 無知 為什麼 因為無所得 為什麼無所得 為什麼無所得 因為法法本之不生 對不對 既然是無所得 那當然無一法可助 是不是 所以無知無著 貪然憑正 好 那現在我們講 其 其 其 如風 好 這個比喻什麼 我們即滅的心體 心空注意 這個心空不是你故意把放空 不是故意放空 不是你腦袋一片空白 這個稱為心空 那個是手很危險的 那個是屬於斷滅空 要注意 是比喻我們即滅心體 心空就是比喻我們的即滅心體 例如太虛空 例如太虛空 這個要加一個虛字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即滅的心情 跟太虛空來相比呢 太虛空是無形無相 對不對 我們即滅的心情 是不是不染一層 不利一乏 所以說比喻即滅心體 有如無形無相 這太虛空 它是過然無所住 無所住 無所住都沒有邊際 但是它是湛然即進 它是妙用無窮的 要注意 好 那麼一切種子 如風 好 那麼你風是不是無形無相 風雖然是無形無相 但是由虛空而去 虛空是不是也是無形無相 所以這個要注意 所以你能夠片緣法界 注意喔 這個騙喔 你們要千萬記住 這個騙沒有移 沒有建立在理上 沒有辦法騙 沒有辦法騙 你說騙法界騙法界 你沒有用真如絕大心心的理體 對不對 沒有用緣期 當下就是必進空 必進空才是當下緣期 你沒有這個理 你說能夠騙法界 這是不可能的事 一定要注意 你若是有一法可得 那就是有一個定法囉 法法本至無身 何來會有一法可得 是不是 所以這個一定要注意 這個理上 你們一定要注意這個 這個法則的問題 所以能夠片緣法界 那麼菩薩來度化諸群生 當然是無愛亦無卓 那無愛亦無卓所講的是什麼 是在描述什麼 描述什麼 描述什麼 描述三 三什麼 三倫體空 要注意就是在描述三倫體空 菩薩要度重 要注意三倫體空 這個假如沒有了悟眾生的習氣 沒有了悟眾生的根性 這個三倫體空確實很難做得到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菩薩是絕有情 絕有情 對不對 三倫體空 尤其是這個沒有我所度的眾生 沒有度眾生之法 因為法法本至無身 那是不是只是因為眾生的根氣 實體因緣而來定全巧方便之法 還有一個沒有度眾之人 你看你看三倫體空 確實是不容易做到 不容易做到 所以說 與武功用之妙行 能夠怎麼樣 能夠插那的相應 能夠插那的相應 所以說感應道交集數 所以通常我們講 尤其是你們在禮八十八佛時候 要注意 那個能禮所禮性空集 這幾個字 你在禮佛的知識 一定要記住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要做到 能禮所禮性空集 所以感應道交才難思議 要注意 感應道交難思議 你若是以妄心 要祈求佛菩薩 對你消災皆惡 你才來禮佛的時候 那個就不是性空集 不是體性空集 要注意 現在眼睛看老師這個方向 要注意 我相信我老人家這樣子提示 大家一定心中有感 我們人一生中 我們是一夜力而來 不是像諸佛菩薩是一 是成願再來 所以不管你經歷過大小 不足以的逆境 或者是你遭受到逆境 比較嚴重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意外的傷害 你千萬記住 你們學佛已經有一段時間 對不對 你過去是若是沒有於 世尊所留下的法結緣 你們今天不可能做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即使你做了 你也沒有辦法安住 你聽聞 世尊所留下的法 你只是聽 但是沒有辦法入耳 你法不入 你心沒有辦法想起 所以待你遭遇到 不管是大小意外的時候 然後傷害的時候 你要注意 馬上你心中要浮起這幾個字 重罪情報 你一定要注意到這四個字 假如你第一個念頭所起的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是我 那假如我在訪問你 為什麼不能這樣 為什麼不是你 不然你指定給誰 是不是 所以要注意 你那個念頭起來 你那個第一個念頭起來 有時候跟你的喪事 你意外所引起的喪事 息息相關 息息相關 老是這樣子提示 你們應該可以了知 我老人家所受的 是不是 意外就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是不是 阿說你咬入不了物 這個重罪情報 這四個字的話 我告訴你 你要脫離 這一個病痛 比較難 老是跟你說比較難 這樣你就應該要知道 有時候在逆境當中 甚至於在你的大小災難之中 你可以去求到 你平日所疏忽的事項 還有你平日所忽略的 你的這個字 你的地位 要注意 即使你在行步 或者是你在走路 或者是你在開車 你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你的方向盤 是不是由你的心 藉由手來掌控 是不是 那整部車 是不是由方向盤來指揮 所以你若是心有所偏差 你這個五運的色身 自然而然 他會失去他的調衡 那再加上 因為你彷彿是因業力而來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注意 所以萬事 都是如你意 這是不可能的 你的意是什麼意 六四望生之一 那你這個六四望心 是被的六成所控制 所以我們六四 來攀遠六成 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是六成 來掌控你的六四望心 對不對 以前是心外無法 法外無心 現在變成六成 來控制你的六四望心 所以有時候 你有時候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老師就要問你啊 為什麼不能這樣 對不對 法法 雖然我們講 業性本空 但是如是因 如是果 因果是不滅的 要注意 因果是不滅的 只要你六四望心還在 那麼你夜視的種子 相分裡面的種子 會隨著時間跟空間 還有你意識狀態 意識狀態所形成的那個 慣性的意識 它是一種的吹動力 我們這個慣性意識 會將這個我們五死節 含長在我們的阿賴也是 裡面的那個 息氣種子 會怎麼樣 會推出來 推進 推進就是想到催化出來 所以在時間跟空間 成熟交會點 你的意識狀態 有這個慣性意識的催化作用 它一定會產生某一種的作用 就有某一種的意識作用 不是某一種的心性作用 要注意 這個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為什麼慎者可以超越時間跟空間 因為怎麼樣 因為在湛然極淨之心性之下 沒有所謂的時間跟空間 超越 它是超越 不是把它斷命 要注意 要注意 所以說不管你遭遇到大小逆境 你一定要去 用某一種的智慧要注意 一定會有 你沒有注意到的事項 還有你即將要開采出來的智慧的所在之處 所以說為什麼要遠離真跟愛 老師不是常常這樣提示大家嗎 你中然是順境在前 但是不一定是世事圓滿在後 有時候是怎麼樣 有時候是你順境在前 但是你悲劇在後 有時候你不要怨嘆 沒有萬談 為什麼老是逆境在前 逆境在前就是要提醒你 你要處處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 沒有什麼不好的 對不對 好 那麼逆境現前的時候 你要注意起心動念 對不對 那不一定 最後是一悲劇 什麼是悲劇 什麼是悲劇 最大的悲劇 就是不了知 生死是虚幻 生死是沒有實在體性 生死自有真愛惡苦來的 我們學佛不是告訴你 一直要在死盡冥相 冥相你精進他 你了知這個法意當然值得讚嘆 但是這個法意要入心 不是只有入耳 入耳有兩個 一個是耳式 一個是文性 是不是 你是用耳式來接受 這個麥克風的音聲 還是你用文性來親吻 世尊所流傳下來的各種心性大法 你有沒有跟世尊的心性本來相親 對不對 所以說有人常常會提示 法不住心 法不住心 為什麼法不住心 因為你有能守 所以怎麼樣 所以有怎麼樣 有岔路 能守就是離不開六四旺心 你就是被六成境界守框住了 誓服的意思就是框住 法本不生何來有誓服 那個是你自己欺服你自己 你自己興起禍 對不對 那你自己起禍 那禍一定有三四六出的連串 是不是 所以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會因為某一個段 某個字 我會提醒大家 我會提醒大家 或者是說你山上的法師們 在這個 在代理信眾支持 然後在對信眾開示之時 信眾所顯現出來的種種的反應 老師都會在我們課堂上來提示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全小方便的一個法 所以學佛要注意 佛法不是宗教 不是只是宗教 佛法是一種的教育 是一種的教育 所以叫做你不認識你自己 你不認識你自己 你想說我此生晚 我此生這個數眼鏡 我要往生何處何處 這個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因為這個真正的淨土 是完全跟你 湛然激淨心性所顯現出來的 殊勝淨土是香氣的 我們常常講淨土淨土 淨土不是在十萬億佛徒以外 才有一個淨土 不是喔 你當下心淨 你那個淨就是 湛然激淨心性 所獻出來的正義二報 跟你的起心動念有息息相關 你的起心動念正 那麼你日後就是未來是 你的正義報一定是殊勝 因為你的念念出來都是敬念 念念出來都是殊勝 念念出都是妙用 對不對 那麼你淨然激淨心性 一體啟用色用歸體 自然你的實檢因緣到 你的自心所浮現出來的正義二報 自然與十方心淨國度的淨土是相應的 這樣了知了沒有 所以說你學佛你要認識你自己 認識你自己你是用六四旺心 還是你用本不生本不昧的根性為本秀因 好那現在呢我們再來圓滿 最後的這個一行一百二十二頁裡面的 菩薩度化諸全身 無著亦無愛 因為三倫提空而論 所以 你與無功用之妙行 能夠刹那相應 所以感應到交集數 那這個我們再講 多有仆仲而視為之 注意啊 多有的仆仲啊 就是說是比喻什麼 萬行是一心所使 注意喔 萬行不能夠離以一心而起 有一心具足有全十二字 全字就是所謂的厚德字 實字就是根本無分別字 這個是稱為牛车肢體 這個體就體大嘛 就是根本字無跟無分別字 那所有的肢體上的一切的淨性功德 也就是一心二字的仆仲注意 字體上所顯現的一切的淨性功德 就是一心二字的仆仲 那這個就是多有仆仲 這個多有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佛以法界障為淨性的功德障 所以是什麼樣呢 功德殊勝無得比 法界無量功德義無量 要注意法界無界 所以才可以無量 今天呢 我們只能夠暫時探究到這個地方 那麼呢 就是在123頁裡面的倒數第五行 又此事車子比喻啊 這個我們下個禮拜才能夠探究到 因為我們會講到這個實儒式 會講到這個實儒式 這個實儒式呢 譬如上過這個大聖起信論的啦 或者是說我們的這個能言經 甚至圓解經 對這個實儒式都不陌生 下個禮拜啦 我可能會請人家來講講 什麼稱為實儒式 實儒 百戒為什麼稱為謙儒 是不是 好那現在呢 我們來回向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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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禁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願生西方淨土中 上品蓮花為父母 發開見佛物無聲 不退菩薩為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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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濤風 不退菩薩為伴侶 你多久го